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这么记仇吗 就为了这个 他就说他这个就是找过心理医生 也求助 但是他就没有办法走出来 然后他为了做这个事 他曾经想跟老师当面去讲 结果老师没认出他来 他把老师拦住 然后说我要跟你谈谈 老师谈啥子 不明白 最后这个没谈成 很气愤回去了 决定要杀 然后他就为了要杀 他很长时间春节都不回家 他目的想让周围人全部不认识他 然后实施这种 所以这个案子 我当时也是觉得很怪异 然后跟这些人谈的时候 这很聪明 曾经考上名牌大学 然后上了一年半不上了 就是他就说 他所有的人生痛苦 都跟这老师有关 那就是精神病的一种 这是精神病吗 哎呀 心理疾病吧 我就觉得这个 他他是关键是什么问题呢 后来我问他 那有没有遇到过好老师 他说有啊 也就是说 他并不是对所有老师都有偏见 所以这个 谈到这个病的问题 我有时候就在想啊 这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吧 还是那句话 就是碰着人吧 给人点微笑 哎 给人点鼓励 哎 别老损人家 别老这个 这个孩子吧 他就讲 他本来一直很 就是 他 他学习非常优秀啊 唯独就这个老师 不知道为什么就老看不上他 就经常就是要损他 或者就说他不行 然后他就觉得 他他也努力让他看 看得起 但是他就觉得 他一直努力 这老师没看得起的 所以这个心里的 就一下存了二十多年 哎 最后就 稀奇古怪的案件 把老师给干掉 就是 就是等于 估计老师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就是他都不明白 因为他 你想就交了一年嘛 二十多年没见了 嗯 走对面都不认识 我 我那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 在那个东北武器干校 嗯 碰到过一个事 我是先发现的 他们都没发现 我们有一个朋友 就是他老说的胳膊疼 嗯 疼呢 因为疼我嘛 钻他 我是疼吗 疼吗 反正检查不出来 就到医院去了 医院医生也是很认真检查 检查不出来 什么X光都拍完没用 最后没招了 给了一个 他老说疼嘛 给了一个伤食止疼膏 似的一大腰膏 就贴上去了 贴上去以后 他说不管用 他出来以后呢 他特认真把他接下来以后呢 贴在那个医院的 那个门口的玻璃上 嗯 然后他说呢 这是我对 这个资本主义的 卫生路线的控告 一开始吧 我认为他是个玩笑 后来我发现 他不是玩笑 他很认真的做这个事 然后呢 后来我就发现 他呢 这只胳膊呢 什么都不能干 他是自己暗示自己 然后呢 他可以拿这个手 去拿急烫的那个杯子 就我们都不敢摸 那杯子烫的 他拿着没事 后来我说 这人精神有问题 就严两只胳膊不一样 这只啥事没有 这只他老是 唯一有病 就这样的人 这种人就很容易走极端 对吧 当时 因为我们精神病学 这一块呢 就是第一是 中国人歧视的 就中国人 不太承认 自个儿有病 净化很多人 我看过一个 美国的一个 这个学者写过 就说人得精神病 跟得感冒一样 容易得容易好 大部分人都有 那个短暂的 心理感冒 心理感冒了 然后但是他就好了 好不了的 恶化了 就出现那种情况 而且我们过去 认为的精神病 就是过去 中国人说那五疯子 这才叫精神病 对这种 就是他只对一件事 精神脾气 他都很好 很正常 就是老说胳膊疼 不能贴高 他这个问题 要是我们假设 当然这个 那什么 就是比如说心理学 最早研究的 他是从那个物理学的角度 实验来研究心理的 就是实验心理学的起点 是物理学的研究 他把这个青蛙解剖开了以后 用那个电极 去刺激他的头的 不同的位置 结果呢 就是出现 有的这个青蛙 它是腿动 有的是头动 然后猫也是这样 它这个中脑 有个秋脑的地带 拿电极刺激 它不同的地方 有的地方刺激它以后 它就不吃东西 你多好东西放在那 它看着它 脚也不吃 然后有的地方 你刺激完以后 它玩命吃 所以您说这个病 它就可能实际上 在脑神经里头 就是它哪根神经 就控制这个地方的神经 出问题了 所以它这个地方 就很痛苦 但是你在气管上 是看不到 看出来的 它实际上的病在脑子里 就跟我们有时候 脑有血栓 然后你脚就不能动了 你脚不能动 看似是脚的问题 实际上是脑子的问题 所以像这种病 就是说现在心理学 它可能才能解决 当然心理学的技术 也得达到一定程度 就是说 它得检测 它的神经的问题 您说现在 发生的很多这个案子 都让咱们觉得 就是说咱们这个很多地方 好像隐藏着一些个 潜在的精神病杀手 甚至什么时候就发作了 像前一阵河北 就是后来说是 曾经看过精神分裂症 曾经吃过药 就是他拿着那个 拿猎枪把警察都打死了 您说这种人 他们在村里活了几十年 也没干这个事 你怎么知道他会 你怎么防这样的人呢 精神疾病的问题 它是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 就是有一部分 是跟遗传有关 还有一部分 跟后天的环境刺激有关 但是它一般就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一般看的 这个精神病表现的症状 基本都在青春期的前后 那么他会有一些症状 比如说他的家庭不太正常 就是有的家人 基本就放弃他了 所以他基本就成了一个无家的人 或者就是没有亲人管 然后呢 这种人他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生活上可能队里 可以给他送点钱 送点吃的 这都没有问题 关键就是说 他在情绪上 我们知道情绪 有时候跟荷尔蒙还有关系 所以你说他要 如果没有正常的性生活 他可能这个荷尔蒙 就往别的地方走了 因为我们知道 荷尔蒙会变成暴力 就是其实暴力 是荷尔蒙密切相关的 也就是说 他可能那方面走了 这方面 所以这个问题很复杂 在哪呢 就是有些人 他首先是一个病人 但是病呢 我们知道 他是可以治的 问题是治了 他还不好 不好以后呢 有的时候 他身边就会带来 一系列的问题 比如刚刚我想 家人对他的放弃 朋友对他的疏远 然后工作上的不顺心 然后他的生活 就没有价值 因为没有人去关心他 没有人认可他 所以他活着干嘛 他有一天不高兴的话 那我要是不痛快 我让你们也不痛快 就很容易出现 这类问题 所以精神疾病 就是这种想法 我不痛快 我也不能让你们痛快 其实是社会提供的 他本人不会这么想 如果没有人提供 这种意识 每个人的意识 都是社会提供的 他自个自发生成 都是很难的 所以呢 他在这种情况下 他会产生一种报复 而我们现在的问题 是什么呢 就我觉得我们今天啊 就人类啊 很悲哀的是 把所有最高科技的东西 都研究来杀人了 就是做武器了 那么在这个疾病的研究 是非常弱的 我们今天为什么 我告诉你 为什么那么多人找大师 现在不老是找大师了 他就因为科学不解决问题 我这得一病 我得一病 这个或者我们家里 有亲人得病了 怎么治 医生说不治 等死 他立马就找大师去了 因为大师说我能治 你说大师能不能治 他大师就能治 不是说每个人都能治 他有的人就能治 就能缓解 我碰见过呀 他为什么能缓解呢 是因为他有极强的语言系统 获得一个心理安慰 他在这个心理安慰中呢 他就感受良好 他就能吃饭 能睡觉了 他说我那大师给我治一次 我确实胃口开了 我这么多月都不吃饭了 所以他就觉得大师管用 对不对 在这种情况下呢 是因为科学太不提供帮助了 您说这个犯罪心理里边 有没有研究这种 对人的这种精神控制的 像这种大师啊 或者现在竟出一些邪教的这种教授啊 就刚刚马先生说这句话特别对 就是语言的控制 弗洛伊德在他住的当中有一句 我认为那话非常有名 他说谈话能治病 聊天能治病 谈话能治病呢 其实在心理学上解释非常容易 因为我们知道所有心理活动发生 都跟刺激有关 这个马斯洛说错了 这个叫巴布洛夫 研究这个那狗嘛 条件反射 他已经告诉我们了 实际上那狗呢 他的这个行为模式 就是先天后天的关系 在先天的通道上 然后呢 经过重复训练 就是一给肉就给铃声 一给肉就给铃声 最后这铃声就可以把肉拿掉 给了铃声 他也开始流口水 对吧 所以就出现了后天的反射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后天反射的关键在哪 就是替代嘛 信号替代 信号替代也就是说 铃声可以替代肉 那么在人的心理活动当中 其实最重要的信号是什么 对于我们来讲 绝大多数都是铃声 铃声是什么 铃声就是声音嘛 那么我们的文字语言是什么 音形意 也就是说意和音形 俩放在一块 那么无论你看文字的 还是听说话的 它的声音实际上 就是给你一个刺激 所以语言是完全可以 控制人的心理活动的 这个什么叫气功 气功实际上也是一个语言 你看好的演员 他怎么演戏 你别看他在那不动声色 但他的表情一层一层在变 他实际上心里在说话 对吧 是一种语言 对 也就是说你心里有话的演员 他在脸上有分量 你心里没语言的 光摆某一个角度 表现一个悲哀 你一看就知道 这孩子是演的 但是他表现悲哀 他不是 他在想一个很悲哀的事情 他脸上自然就出东西了 所以语言他是完全可以控制 也就是给什么样的语言 就可以控制他的心理 但是你比如最近 就出了一个叫华藏宗门 说是个邪教组织 叫这个吴泽恒 我觉得这些人 就是这些信徒 能信 跟这个王林 王林以前是坐过牢的 这个吴泽恒 以前也坐过十年牢 那么就是你看 没人知道 他就说他是 大日如来的什么化身 最主要一点 大家感兴趣的 这些女弟子 他说我给你双修 双修完了 就然后就是说 都怀了孕 而且不必孕 就是怀了孕 他就是说 我给你喝一杯什么水 你就打胎 打胎这女的 给她弄的 就是下身流血 然后就问她 我为什么流血 你这修行 又上了一个台阶 我说这怎么那么 这些女的 她到底是要双修 还是要成佛 为什么这么容易骗 这个其实骗术 我觉得她 就是我刚才讲的 首先是用语言符号 语言符号 然后她还有一个特点 她一定要隔绝 你其他信息 所以你看传销 还有所有的这些 就是骗术 她都先要给你 封闭 爱封闭 也就是让你先不接触 其他的东西 然后她怎么来 让你上套呢 她往往不是用眼前 她用以后 就是这也是所有的 那个叫的一个方法 先许愿 像包括后世 什么来世 然后或者你的子女 或者你的未来 你整个的今后的东西 所以包括上天堂 什么 她有很多的东西 都是给你很遥远的 一个很美好的东西 然后那个美好之前 她一个套一个套 往上走 所以这个你要真正了解 她这条路子 就跟我们电话是一样的 就比如诈骗 电话也是这样 她先给你制造一个紧张 然后紧跟让你电话 放不下来 电话放不下来紧张 这时候你就得跟着她走了 然后她就一步一步的 把你套进去 越套越紧 越套越紧 没错 没错 先给你讲 就是说是 徐州要闹大地震 好 要怎么躲 然后买我的这个东西 就给她信徒就买 最后信徒买了之后 就是说 怎么这大地震没来呢 她说你买了 我就给你转移了 千千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我跟李老师聊 我有一个感觉 你看她研究犯罪心理学的 你看她就提醒你 等于说平常尽量给别人送温暖 少得罪人 对吧 你这东西就是你不知道 尤其你是服务行业 就不要刺激人家 你不要刺激 但是为什么我就觉得 咱们现在的这个社会 咱也不是说 就说崇洋媚外 我真的觉得 我有时候去美国 或者去人家一些发达国家 我觉得人跟人之间不认识的人 你都觉得是个基本善意的社会 为什么咱们这儿就是你觉得 确实人跟人之间的这个暴力 这种太狠了 就为什么会这种气氛呢 我觉得两个问题 一个是跟我们的宣传 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从小就是一种 我觉得现在我们看了这个 打开电视看吧 就是包括这个杀呀 这种特别多 甚至以英雄的名义 基本都是一种暴力的宣传 我认为就是我们没有一种 就是怎么说呢 这个 比如说一个德国的那个商人 在中国全家被害 然后最后人家家庭做出一个什么 就是不要把这几个孩子判死刑 三个犯罪人 干嘛呢 到他的家乡去给他们发展教育 就是我认为这是一种 就是还是一种理性的东西 就是善 其实光如果善良没有理性 那是愚昧 很容易被人骗 善良一定还有理性 也就是这个理性让我们知道 我们大家都需要什么 然后我们应该努力去做什么 而不是简单的说把它杀掉 对吧 我们现在就是一种愤怒 以前我也讲过这个问题 就是愤怒吧 他有时候人感觉是一种 比较初级的认识 您说这个就让我想起 那个是美国那个黑人教堂 那个枪杀案 那个就那个白人小孩在法庭上 你觉得咱中国人太难理解了 那个家里亲人被他打死了 然后还在法庭上说 我们原谅你 我们宽恕你 就是说我们不要让仇恨 对吧 得到胜利 你就觉得他怎么 他很大程度上是宗教的力量 宽恕别人也是宽恕善待自己 他这种宗教的力量在灌输也是一个语言系统 也是一种文化系统 他对你教育起座 另外就是你看 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的这种灵虐现象 我就说 所以您没来 我就早想请教您 就前一阵 就是老是好多视频传出来 而且往往是中学女生 你看就是几个女生 就是灵虐的叫霸凌的 脱光了衣服 打她 羞辱她 拍羞辱她 拍下来到处放 前一阵美国的法庭不是审了几个中国的女留学生吗 也是 结果就是可能在美国法律里 你这样就可能面临终身监禁 很重 非常重 您觉得在中国这孩子为什么就这么放肆呢 凡是这样的孩子 你就看吧 他的家庭一定有问题 也就是说 他基本的行为没有规范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认为这是 首先我们就这种现象 不要把简单的认为 它只是一个社会现象 实际上这个孩子 他走到这一步 他比如到青春期了 他能这样去羞辱别人的 也就是他在家庭教育当中 一定有严重的缺陷 但是您说我没 我可能有缺陷 就是我没缺陷的 我们也能体会到 比如在很小的时候 我也折磨过那个小动物 那不是也是一种 好像每个孩子都会有的一个阶段 对你说的第二个问题是 就是说青春期的这个阶段 它更容易出现暴力 这是对的 这个青春期出现暴力呢 因为人在成长过程当中 他这人的过程和历史特别相近 就是人类早期 就是我们人的早期 就人类早期 你看都是打仗嘛 对吧 现在战争就相对少的很多了 那么人在年轻的时候 就是我们讲的转型 从12岁到18岁 青春期这个阶段 他从一个仰视别人到平视 他从依赖别人到独立 他为了显示自己早独立 他往往有一种 就是各种各样的表现 这个表现就是要表现自己为大人 比如学抽烟 学喝酒 还有一个就是要带领一群弟兄 显示黑社会 黑老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说话要算数 所以这种欺凌现象 实际上他在这个阶段 是他成长过程当中的一种体现 但这个体现 如果我们学校 当然学校得发现 他发现不了 有时候很难做 怎么去管 因为很多事都发生在校外 有的是发生在宿舍里 孩子连爸妈都不敢讲 学校也发现不了 所以这种问题 实际上就是说 如果我们作为一个 就是这个社会 有这方面知识的话 我对孩子就要这样有要求 比如你上学之后 你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你必须怎么样 然后要告诉孩子 你可以跟别人打架 但你不能羞辱别人 如果别人欺负你 你可以怎么样去做 所以我们现在是两头不管 一个是怕自己孩子吃亏 打打 老让孩子占便宜 等到孩子真打出事来了 他又该急了 你怎么能这样 所以现在我觉得 我们这个问题在哪呢 就是我个人认为 我们这个家庭的 就是现在提出这个家规 这个家规 很多家庭没有 过去中国的家庭规矩 那跟踪 就是四堂 这个您可能更了解 过去 它是社会三大教育体系 家庭起主导作用 对 就是过去都是 你比如说 我们小时候 那个千米盒的 多块橡皮 爹就板着哪来的 拿同学的名字给我送回去 这是最简单的教育 对不对 今天家长还不看 现在为什么 现在李老师很清楚 现在很多犯罪现象 是一寸一寸的 一线一个线 这线里都是诈骗 都是同一类型的 互相传授 还有爷爷爸爸 儿子的 传授的 所以这个就很可怕 就家的规就全没了 对 我们今天家庭中的 所有的教育 是原来是承担社会 最主要教育 因为过去我们公共教育系统很差 就是过去历史上 读书的人是百分百不足一二嘛 大部分人你的那个 就是你的道德的形成 全是你爹妈教给你的 所以过去爹妈 是你最好的一个示范 我们过去社会 就我小时候 还觉得社会很舒适的那种情况 都是爹妈主导地位 今天你这个 他们系统没了 这个系统都很势力 就拿钱说话 对不对 那孩子们 孩子们他哪有什么辨识 他为什么想学黑社会 因为我们这个社会 对黑社会的打击 永远是不利的 现在是爹妈 成年人的是非 都是乱的 他又怎么 该知道该怎么告诉孩子 对对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您说这个父母亲 我倒觉得就说 现在这个父母亲 他也很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是你看 这父母亲 现在的孩子 好像还是怂的多 他经常这个父母亲 就见着就是说 他打你 你怎么不打他 但是就说 我这孩子就整天 好像有时候去接孩子 就看见别的小孩 把自己家里孩子打的 自己家里孩子 连还手都不知道还手 那你说他该怎么办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是对孩子的 过分的保护的问题 我倒有些家长就说 我这孩子老被人欺负 我倒是说 我是这种被欺负 他不惹是生非 你就关键教会 他怎么保护好自己就行了 关键你这孩子老 欺负别人的 你要当心 你惹大佬了 可以 被欺负 我有一个 我经常跟一些家长讲一个办法 就这孩子去发展 他一项体育运动 就是只要这孩子运动起来 他只要有肌肉感了 他就有爆发力 他就不会再轻易的被人欺负 先学一个 学一跆拳道 对 学一跆拳道 这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什么呢 这孩子一定要有朋友 就尤其到中学 他要如果孤立一个人 就很容易被欺负 他要能交上三四个朋友 他在班里头 比如四五个 关系都特好 这时你在欺负其中一个 别人就得掂量了 这办法好 这办法 那要是欺负别人呢 这四五 关键就是这问题 他们一成火 他们就去欺负别人 练了抬拳道 又有同伙 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 就我们社会的三大教育体系 就家庭 学校和社会 过去最好的是 三项指向一致 就是家里说的话 和学校和社会说的是一个方向 今天是仨方向 所以孩子很功利的选择 什么时候对我有用 马先生说这个我就想到 我刚才说的社会的影响 那不是现在我们给孩子看的 无论是喜洋洋 还是这个熊 熊二 基本都是你杀我 我打你 我打 他就没有一个怎么去处理 人的麻烦当中的那种 这种比较好的方式的教育 就是你看我们的这个智慧的 和这个人之间的 比如说孩子们之间发生冲突 怎么去把它和缓这个冲突 然后怎么样通过言语的方式 让对方呢 就是第一得到安慰 第二得到帮助 我们往往都是 你杀我 我就杀你 最后出来一个强壮的 把事摆平 老大就出现了 所以很多人就想当老大 对 所以就社会的第三级 就刚刚马先生说 我觉得现在我们 他指向不一致 你没法说 你要家长怎么去教育他 你家长教育他的这个事情 老师不怎么说 老师教育他的 走向社会是一个傻子 是 不管用 所以他肯定 你别小看这熊二 一般我们把孩子接回来 爸妈都要去做饭 干嘛呢 把电视一开 看吧 孩子从小看的都是这个 你要不强壮 怎么办 就得让自己强壮 然后把他给制服 这种攻击性强 是会发展 学习来的吗 这个社会心理学 专门做过实验 美国当时有这么一个 很著名的实验 它就是不分年龄 不分家庭背景 然后就整个混淆的学生 把他们揉在一起 分成两组 就这组有黑人 这组有黑人 这组有大的 小的都有 干嘛呢 两个电视看 一个就是温情片 就是家庭和睦的 然后怎么处理一些矛盾 一个就是拼命的 你打我我打你 打完以后呢 干嘛呢 把这孩子放出来 院里都摆着现成的家具 你看着吧 那打架出来 出了就开始踢 天空五四就走 而这边呢 给他扶起来 然后还互相搂搂拍拍 肩膀说话 就当时就说像 这就是当时实验证明吧 就是暴力片对孩子行为 是有明显的影响的 而且你看 从这个一般社会秩序上来讲 你像 我觉得相比起台湾或者香港 这个大陆的人与人之间攻击性强 对 包括言语攻击 包括言语攻击 包括文化人 你看这辩论起来 都什么架势 对对对 咱们看那个电视剧 我现在几乎不看 偶尔看电视剧 就没一个人正经说话 是 就是那些女孩跟他妈说话 全是火药味十足 全是要杀人的感觉 所以这个整个社会 传达出来这种暴力的信息 非常不好 而且就是 而且就是哭爹喊娘 我们看不见 那漫满腾腾的电视剧 我们看了电视剧 全是积三伙四的 就是媳妇跟婆婆 都在打翻了天 不动手 这电视剧没拍 就这意思 这可能也是真实家庭的反应 不是真实 是我们社会的提倡 我认为我们今天的社会 不至于这样 以前有一个 那个谁 宋丹丹演的那个电视剧 也是家庭剧 那个剧非常好 但是呢 就是类似 对 当然类似这样的剧 在我们国家太少 对对 我认为那个剧呢 才是生活当中的剧 你看 你看我爱我家那里 他第一 他规矩得建立 那是早期的电视剧 是吧 他规矩得建立 家庭规矩 爸怎么说话 妈怎么说话 你去犯上的话 都是适度的 现在那指着爹就说 就我就看 我受不了的 女儿指着爹 说你说这话 还算有良心 我们想说 都打死也不敢说这话 怎么能说 爹妈有良心 没良心 轮不上你说 可是现在电视剧 台词就这样 我刚看完 我都愣了 我说他们这台词 太厉害了 就是 所以我们这个社会 提供的 所有的都是这个状况 尤其那些 从这么大 长起来的孩子 他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毕竟 以前受过一些教育 所以他们看 以为这个社会 就是这样 所以不尊重父母 现在变成一个 非常普遍的现象 真的 而且我觉得 不光是不尊重父母 就整个这个社会 当然咱说 你太等级了 也不好 可是我觉得 相比之下 这个社会就 比如尊重长辈 甚至是 适度的 你比如说 他们就跟我讲 像韩国日本 就保留着比较多的 就尊长 尊长 这个它又 还是一个理的东西 我们老师说 跟美国人学 要做朋友 所以美国人 可以直呼爹的姓名 就是美国人 管爹不叫爹 叫麦克 就可以了 您说一下 美国的教育孩子 算不算放养 就他没有什么 就要保护人性 什么的自由 其实我认为 美国它这个文化 也是多元的 就是这种直呼爹的 可能是一类家庭 它不代表 美国的家庭 你比如美国 有些家庭孩子晚上 九点之前必须回家 也有规矩的 非常有规矩的 而且多大之前 不许沾酒的 然后你要出去的话 一定要说到哪去的 就是他有些家庭 因为美国 他白人黑人 各种各种国家的 来的人都有 所以他文化背景 差别非常大 所以直呼其名的是有 但我认为 他不代表美国 所有家庭都是 但是美国的 最重要的文化 还是这种 英雄主义文化 就是让我说 是黑社会的文化 就是他所有的事 最后出于黑社会 老大把这事摆平 就是他到宇宙 打都是这个概念 对不对 他都要出现 但美国人讲规则 他是在一个规则下 他特别讲规则 那实际上 我们过去的黑社会 都是有规则的 只是这些年 那黑社会都不黑了 所以他就不没规则 过去黑社会 最爱说的话 说大家听见了没有 这就是叫规矩 你们都听见了 这事用不着你写 什么按手 什么都不用 只要大家兄弟们都听